现在大家关心看到三级何时能够解封呢 现在三级目前的时间点是6月28号 但是有可能解封吗 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疫苗覆盖率必须要达到七成以上 如果以他的说法目前来看 6月28号解封当然是不太可能 还有看到在这个侯友宜市长部分也说了 遇过明年元月才能够群体免疫 所以在接下来这段时间 恐怕三级还是得会持续 那现在看到在北市的联合医院阳明院区 现在也爆发了院内感染 疑似是因为急诊室在收治一名新冠确诊病患的时候 因为插管导致患者呕吐 而当时这个呕吐喷溅到医护的身上发生了感染 目前已经确定了五名医护染疫急诊室已经紧急关闭 剩下裁剪及收治新冠患者 但是现在也出现有医护私下来爆料 所有医师一边发烧还一边看诊 院内被感染人数可能超过了十人以上 急诊室外空荡荡贴出暂停服务公告 医护人员全副武装 这里是北市阳明院区因为爆发院内感染 加上医护共五人染疫 现场气氛紧张 院内人士指出六月二号收治一名确诊病患 急需插管治疗 当时插管过程因为呕吐物喷溅 造成医师清洁人员及保全共五人确诊爆发大规模院内感染 插管的医师是跟我表示说他当天是遇到这个病人是困难插管 他们虽然有穿全套的隔离衣 N95口罩和面罩 大家接触这个病人的时间长达半小时 哇 因此就被感染了 院内人员还透露 因为当下无家户病房可以收治 只能把确诊病患摆在公共区域 结果一呆超过一个小时 实际染疫医护有可能超过十人更传出还有医师明明发烧 上午穿着防护衣为病患看诊 下午就确诊等待送专则病房 目前阳明医院急诊室六月八号到六月十五号才半关闭 紧做裁剪及收治新冠肺炎病患 院方启动快筛发现放射科 检验科保全及清洁人员各有一人快筛阳性 插管本身那个病人的口沫 就会往外面喷溅 会直接喷到医护人员的脸上 那所以有那个医护人员会得到感染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 北市联益包括中兴中校仁爱和平 阳明松德等九个院区 加上阳明院区已经有六个院区爆发疫情 后续是否还有医护人员染疫 还要等北市卫生局持续进行裁剪疫调 记得掌声帮我杨祥与台北采访报道 现在在我们线上聊天室有8883个人 请大家直播连结分享出去 同时记得转过来同时帮我按个赞 再进到聊天室互动 看到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 现在像是金群忘不了 谢谢你们的支持 还有贾易真诚信安 陈信安说医护人员都是用命去救命确实 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这些医护人员表达万分的感谢 而再来看到是在内湖地区 在内湖地区有电视台7号上午传出 一名棚内的摄影猝死在公司的厕所 原本以为是因为他本身的慢性病发作病发 但是经过检警相验之后 证实这名男子PCR检测是呈现阳性的确诊 电视台赶紧来进行大清销匡列相关的接触者 而下区警分局23名相关的接触人员 现在紧急做了快筛 目前结果都是阴性 而北市卫生局上午10点半 也在电视台大楼前设立了快筛站 预计在下午1点开始要进行全部员工的筛检 一天的量能最多能够筛200个人 化学兵一早来到电视台紧急大清销 卫生局警方也通通到场搬运器具 就去快筛站地点就在内湖电视台门口 因为日前惊传棚内摄影师猝死公司内 原以为是因病去世 但实检结果居然PCR阳性确诊 清洁人员全副武装在电视台摄影棚 厕所走廊大清销 隔天又在公共区域仔细消毒 原来死亡的摄影师 5号到6号都有正常上班 7号却在公司厕所猝死 隔天PCR阳性确诊 9号电视台紧急申请 是快筛站要陆续对员工进行筛检 特定楼层也继续消毒 根据了解死者平常担任棚内摄影工作 也有酗酒情形 原本家人不以为然 没想到竟然染疫 事发当时电视台的打扫阿姨察觉难测 有人一直没出来 开门一看 摄影倒在里头 联盟求助公读生来喊醒对方 但后来发现摄影明显死亡 下得赶紧报案 但公读生平常也都会接触主管 打扫阿姨公司清洁时也会爬爬灶 两人后续都被紧急隔离 要求筛解 而辖区内户分局相关协助处理 接触人员 总共匡例23人 快筛结果都是隐形 死者CT值大于30 代表病毒量较低 但北市府不敢轻壶开始设计筛检 量能一天最多可筛200人 目前已有接触者和次接触者 有限裁检 后续已造册顺序继续筛 现在只能高标准应变 但就怕病毒早已扩散 就最后不到 描运科技场现在疫情 像是茶壶内的风暴一样 当中超风电子 你看到 现在确诊人数达到14个人 而当时是一名 从晶圆电子跳槽过来的一个外籍移工 他发现自己有发烧症状 吃了退烧药 甚至还用了冰水洗脸 躲避公司量体温的监测 结果就因为这样 病毒开始传播 承认给同宿舍其他的8名移工 而这位经典竹南厂 今天上午针对厂内有430名的台籍员工 也进行了快筛检测 停工三天 预计将会影响他们的营收3% 一个一个排队拉长兼具 金鼎竹南厂停工三天 台籍员工纷纷被召回快筛 公司六名一公确准 有人担心快筛被感染 穿抛气时鱼衣 戴面罩 全副武装 就怕病毒不长眼 金鼎停工三天 影响营收3% 但金鼎说整体订单未减 第三剂将全速赶工出货 将损失降到最低 另外超风电子还发布重讯 厂内感染员是一名5月25号 从金鼎电子跳槽来的移工 出现发烧症状 吃退烧药 还用冰水洗脸躲避测量 导致病毒没被及时拦截 又传染给同宿舍的其他8人 苗栗竹南科技厂接连染疫 智邦竹南厂快筛结果 又增加了阳性6人 科技厂累计确诊人数达到282人 很严重 所以你们现在不能出来 不能随意出来知道 苗栗县府下达全县外籍 移工禁足令 但还是有移工外出啪啪照 远景光是一个晚上 竟然就取缔了21起 尽管有戴口罩 但规定就是规定 外籍移工不是上班 就是在宿舍 只要被刷 要罚雇主重解公司 最高30万 接中部综合报道 电子场染疫的危机 晶圆电子移工群聚感染事件 让有9万多名移工桃源 现在真的是绷紧神经 针对大型的一个快筛 我们可以看到 雇安计划现在也启动 第一波来到的是 台达电的桃源二厂 针对662名的移工进行快筛 预计在一天就能够筛完 医护人员全副武装 为工厂大批移工进行快筛 桃源市府9号开始 针对辖内9万多名工厂 移工做快筛 地厂将由医师工会 跟卫生局亲自前往 台达电子现场 台达电二厂有662名移工 今天就会裁剪完毕 接着陆续裁剪其他厂区 由于一天可以筛减800人 移工筛完之后 就换本国籍1700名员工 接受快筛 由于台达电位在台北内湖的总部 曾传出一名员工 在5月29号确诊 但台达电强调这名员工 确诊前接采居家办公 因此工作场所并没有匡列 接触者对公司营运 也没有造成重大影响 桃源目前预计快筛 全市9万多名移工 其中有141家 百人以上的工厂 和大型移工宿舍 将派人到场快筛 现在竹竹苗成立了防疫联盟 那有外籍工的群聚感染 我们这条航线也会守住 我们这个做预防性的筛检 那我是希望这一次能够过大 让桃源的7月可以安全营运 各工业区的联合快筛站 也会从10号开始陆续启用 目前已经设置13个联合快筛站 市府也将协助各场安排 预约时间进行快筛 拥有全台移工数量最多的桃源 推出固安专案筛检辖内 大型移工工厂宿舍 希望及早筛出病毒 不让竹苗移工群聚感染事件 在桃源重新上演 记者刘志展蔡山桃源采访报导 移工染疫爆发了科技园区 群聚感染风险 今天在台南跟高雄 分别也是针对了科技园区的移工 进行全面的快筛 首先看到在台南科技园区 大约是有8000名的移工 在今天一天要力拼1500人的 快筛量能 而高雄在7天之内 希望能够完成1万名的移工快筛 才能够降低燃疫的风险 台南警方全副武装 查外籍移工群聚 五男一女在小客厅开行聚会 遭警方查获 没想到有人发烧 男移工自称感冒 体温液量高达38度 下坏原解 就怕证明移工变成确诊个案 南部科技园区针对移工 9号开始全面快筛 台南科技园区在善化设立快筛站 移工分流快筛设立7条快筛线 力拼一天筛1000到1500人 7天内要完成8000名移工筛检 南科有将近8000名移工在工作 那所以说如果维持一个礼拜筛检一次的话 一天1500那这个量能是够的 高雄科技园区移工快筛也同步进行 在前镇 陆竹 南子区设立三站快筛站 以厂商为单位 希望一天达标1500名移工快筛 预计要在7天内完成10380位移工筛检 快筛如果出来是阳性的话 会直接在这个停止的做PCR的检查 防堵移工变成破口 南部科技厂要让移工统统快筛一轮 厂商也配合移工分舱分流作业 规范移工只在宿舍和厂区点对点移动 多方面防护降低员工的单一风险 记得大家高雄 最后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